如果你正在吃咖喱 那听完这个故事后 它可能就不香了 2021年6月9日 日本战后的第11名女死刑犯 60岁的林真虚美 再次提交上诉申请 与23年前一样 她坚持称自己是清白的 同年同月同日 她16岁的大孙女小赫 因吐血被送往医院 抢救无效死亡 两小时后 她37岁的女儿樱花 抱着4岁的小孙女 从日本和歌山的 关西空港大桥一跃而下 一日之内三女离世 这频发的悲剧 也将人们的目光 再次引回到23年前 那场和歌山咖喱投毒案 有人说 这都是林真虚美的报应 是她害死了家人 也有人抨击所谓的民间正义 更有人开始质疑 日本司法系统的正确性 那今天 三妹就和大家一起 回到那个被日本民众 称之为独年的1998 来捋一捋林真虚美 与那一锅咖喱的事 1998年7月25日 日本和歌山原部地区 正热热闹闹的举办夏日祭典 这是日本从7月初到8月末 大大小小节日的统称 并不特指某个区域 某个时间 其中盛大的呢 有如京都之元祭 会聚满成千上万的人 非常热闹 规模小的 就几家企业或者是一个社区 在一条巷子两侧 摆上诸多美味 也能吸引人们停住脚步 但无论大小 祭典在民众心中的地位 那是无可比拟的 人们再歌再舞 好吃好喝 相约有晚 本就是很难得的回忆 要是在一起穿睡衣 散步 闪烟花 那真是妙极了 别看园区只有69户人家 200个人左右 那也是热闹非凡 大家可以脑补一下 居委会与小区业主 其乐欢腾的场面 街坊邻居之间交流感情 那必然是少不了吃喝 由于大家一起动手做饭 更能彰显出爱与和平 而且98年那会儿 点外卖啥的都不大现实 于是祭典之前 囤子里的各家各户 都被分配了任务 有人负责制作孩子最爱的 章鱼小丸子 鲍冰 有人负责订购大人喝的酒水 有人呢 则负责男女老少都爱的主食 咖喱饭作为跨国际同事 号称新手也能做好吃的饭 成功当选 当天早上8点半 20名主妇分两拨开干了 一拨在社区车库 一拨在私人住宅 因为会场今天 派发了三大锅咖喱的任务 上午11点半 社区车库里的两锅咖喱已炖煮完毕 六名主妇正在试吃 吃完之后 一个个都忍不住竖起了大拇指 说这咖喱太美味了 然后就纷纷拿来锅盖盖上 坐等下午的祭典开始 那气氛是一片融洽 直到这个屯子里最有钱的女人 林真虚美的出现 让现场的火药味十足 大家都在你一言我一语的讽刺着 咖喱都做完了你来干什么 是啊 她故意的吧 面对这些 林真却解释道 上午因为去医院耽误了时间 所以来迟了 但其他主妇们根本就不买账 反而更加阴阳怪气 气得林真愤然离开 其实主妇们讨厌林真是有原因的 因为她脾气暴躁不说 还经常给大家添堵 比如她扔垃圾 从来都不扔到垃圾桶里 都是从自家的二楼直奔公共灌盖区 扔完之后 也从来不参加集体的打扫 最过分的是 她家经常半夜弹钢琴 半夜唱K 这时间一长 邻居们怨念自然很重 可那一天 林真不知道是怎么了 回家不到40分钟 她又回来了 说真的是想帮忙 当时咖喱已经做好了 主妇们只需要轮流看守就行 既然她真想搭把手 那就负责看吧 于是主妇们就叮嘱她 注意火 不要太大 别烧干了就行 就这样 林真从中午12点20开始看守 到下午1点 另一个主妇来接班 由于车库距离会场有30米 在下午3点的时候 咖喱要被运到会场提前准备 主妇们呢 这才真正开始忙碌了起来 人们开心的享用美食 酒足饭饱后 孩子们四处玩耍 大人们家常里短 突然 一个老伯抱着肚子蹲倒 表情十分痛苦 正当大家纳闷时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出现同样的症状 有的还在呕吐 没一会儿 离会场100米远的卫生院被挤满了 但突发状况 再加上那么多村民 一个医生根本就应付不过来 晚上7点的时候 救护车陆续赶到 一共拉走了67名患者 其中有30名是未成年人 更然居民恐慌的是 第二天凌晨3点03分 医院就传出了有人去世的消息 64岁的会长古中龙聚 紧接着是53岁的副会长田中龙明 16岁的高音女孩鸟居美信 以及10岁的四年级男孩广田红 谁能想到 一个社区一次祭典 一夜之间就让四个家庭阴阳两个 警方对此高度重视 最初法医在检查完会长的遗体后 对外宣称是禽化物中毒 因为在他的心脏血液 以及胃溶物里发现了禽化物 但随着检验的继续 法医发现 在另三名受害者体内 并没有检测出禽化物 反而在他们的胃 呕吐物以及剩饭里 检测出了生化物 亚生酸 这是一种无味不臭的白色粉末 毒性很强 随即 警方立即对案发现场的物证 进行采样检验 果然 在剩余的咖喱中 检测出了相同物质 不仅如此 他们还在制作咖喱车库的垃圾桶里 找到了一个蓝色纸杯 里面的残留物 为高浓度的亚生酸 要知道 祭典当天发放的是白色纸杯 警方怀疑 是有人故意下毒 蓝色纸杯就是它的作案工具 而且 法医检测出 咖喱锅里 至少有两斤的亚生酸 这足够放到100个人 目前已有四人不幸离世 这起案件 不仅在和歌山市 备受关注 更是引起了全国的恐慌 它不仅让所有的咖喱饭下架 而且 一切重大活动 能取消的取消 不能取消的 就严格把控烹饪去 比如 和歌山市 每年能吸引20万游客的城堡节 十四所小学的夏季庆典 以至于其他地区 则是增加保安人员的数量 加强巡逻 禁止人员进去烹饪区等措施运队 随着禁止力度越来越大 人们开始纷纷指责 那背后丧心病狂的始作俑者 舆论越大 警方的压力也就越大 他们先从负责咖喱的主妇们开始排查 因为他们接触的时间最长 也最有机会 没想到 就这么简单的动作 就让警方不费吹灰之力 直接锁定了犯罪嫌疑人 林真虚美 警方查到 虽然有20个人负责熬制咖喱 但只有东咖喱锅有毒 所以重点怀疑对象 一下子就缩小到了车户的几个人 据主妇们口供 当天一早 他们8点半开始熬制 11点半完成 为保证口感 有6个人还试吃了 事后这6个人并未出现异常 下午12点到3点的时候 是主妇们轮流看守 直到咖喱锅被运往现场 现场人来人往 警方认为这里并不是一作案 所以排除了3点以后的作案时间 再加上试吃环节未见异常 推断咖喱锅可能被投毒的时间 为中午12点到下午3点 而在这个时间段 有3名主妇负责看守 看守的特点是 他们并不知道下一个人会什么时候来 所以也被警方给排除了 但此时 其他主妇们却有话说了 林真很可疑 因为她从不处理社区活动 那天却去而复返 非要来看守很可疑 但真正引起警方怀疑的 是林真一家为食用咖喱的好运 因为其他主妇们的家人 甚至包括小孩都还在医院里 警方立即就将林真带回警局问话 林真的回答是 没参加祭典 是因为觉得太没意思了 晚上她就带着全家和朋友约了 吃完饭 接着去了KTV 11点多才回家 中毒事件还是她第二天 从电视里才得知 警方立刻核查了林真的口供 发现没有说谎 现场也没有找到林真犯罪的任何证据 于是就先让她回家了 但邻居的共愤 警方的怀疑 却刺激着记者的DNA 他们展示了一波非凡的敬业精神 看这张照片 你就大概知道 何戈山市到底有多少名记者了 一开始 林真对这些记者也无所谓 但时间一长 发现他们根本就没打算走的意思 有的人还用石头砸碎窗户 直接拍摄房间里面 有的人干脆直接翻进院子 爬上房顶 更有甚者 还试图从林真的邮箱里偷信 要知道这些行为 已经踩到了法律边缘 但为了搞到一手资料 记者们已经疯了 看着自家各个角落都被一览无遗 林真试图将他们赶走 有一天 她在院子里浇花 看到这些记者还在拍 气得她是一把将水管对准他们 看着记者们慌乱躲避 林真心里非常洁气 当然 这一幕也被抓拍了下来 第二天 她就出现了各大新闻媒体的封面上 标题为 万年不遇的毒妇 行走人间的恶魔 林真就很奇怪 警方都还未对她定罪 自己就已经被公众和媒体当成罪人 在谴责了 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 没有人站出来制止 包括警方 其实警方对林真本来也没什么好感 因为一开始请她来警局问话时 她就因脾气暴躁袭击过一名警员 这第一印象差 警方就不得不重点关注她了 对林真展开了深入调查 两个多月后果然从她身上牵扯出了一连串涉案金额巨大的骗保案 也正是因为这个结果 让林真虚美的平成独妇称号开始变得实质名贵 林真 1961年7月22日出生于一个小渔村 她是家里最小的女儿 父母整日忙于工作 平时能给她买得起钢琴 却无法陪伴她 所以林真很小就很内向 高中毕业后 她考上了一所护理学校 在大二时偶遇了林建志 当时林建志已经结婚35岁 但她对林真很是喜欢 于是林真一毕业 两人就结婚了 林真是林建志的第三日老婆 1995年 两人带着四个孩子搬到了园区 花了7000万日元买了一间120平的房子 虽然是不大 但在园区算是个大富豪了 再加上平时两人都不上班 大家伙都很好奇 他们的钱到底从哪来 说出来你都不信 警方查到他们家的收入 全部都来自于保险赔偿 特别是从1995年开始 林家的每年收入都在1亿日元左右 巧的是 林真之前就卖过保险 从1990年到1996年 而且还是个精通业务的王牌销售 更巧的是 丈夫林建志是一家灭虫剂公司的老板 公司里有非常多的身 因为身是灭虫剂成分之一 更更巧的是 每当林真帮公司员工买保险后 员工们不是死就是伤 而作为投保收益人的林建志 那赔偿款是一笔一笔接着拿 警方惊火 原来林真用身下毒 简直是业务闲手呀 最早的受害者 要从工人爱开始酸气 当林真给他买了三份保单后 他于1985年11月 因急性生中毒不幸临死 年仅27岁 事后林建志获益25万日元 接下来就是杰 由于杰本人非常反感保险 所以林真只敢给他买一份 1987年2月15日 杰因剧烈呕吐住院 事后林建志获益30万日元 接连两个员工出事 公司是不好招到人了 可挥霍无度的夫妻俩 很快又缺钱了 这可怎么办 于是这得狠人男女 就享受了一个险招 对自己下毒 一来呢来钱快 二来可以打掩护 毕竟哪家保险公司赔多了 都会起异性 由于林建志有三份保单 身体素质也不错 所以他当仁不让 不过林真给林建志的建议呢 是舔身 边舔边试探 毕竟自家人嘛 要优着点 可他刚住院没两天 林真就背着他偷偷加了料 三妹想 是不是没有达到赔偿的标准啊 反正这毒 林建志是不值的 1987年5月10日下午6点 林真照例去医院送饭 你懂的 是加了料的饭 当时病房里 还有一个病友叫吉 他不知怎的 就相中了林真送去的饭 林建志本来也不想吃 于是这饭呢 就到了吉的肚子里 结果当天晚上10点 吉就开始了恶心呕吐 5月19日 吉就做了胃切割手术 胃切除了三分之二 虽然这些事过去了十几年 但警方有理由怀疑 他们是急性深重度 因为症状实在是太像了 不过这之后呢 急得意外也让林真开始有所收敛 但缺德的人为了钱 依然还会米灭良知 果然是熬不过5年 林真又开始了 这一次也算是个契机 让林真的目光从寿险转向了意外险 1993年5月18日 林建志不小心摔倒 又吸骨折 但家里实在是没钱看币 于是林真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对保险公司谎称 丈夫是骑摩托车不小心摔倒 来了一起意外事故的鉴定 没想到是直接让他入账了 2052万日元 尝到甜头的林真 故技重视 于1996年2月13日 他谎称自己双腿烧伤 然后将自行车撞向烧烤炉的木炭 这一次他入账了459万日元 看着自己越玩越鲜手 林真决定要来拨大的 1997年2月6日 他让丈夫喝下了寒生的葛根汤 但毒不强 拿不到林建志双手双脚功能丧失的证明 于是他又让丈夫舔身 没事就来一口 终于在真实的中毒加完美的演技之下 骗得了证明 然后他就入账了1.3768亿日元 可这一趟下来 林建志身子是彻底经不起毒了 但林真不气哪样 他继续拓展新渠道 他利用自己有钱 专门去结交那些听话 然后缺钱的人 凯就是其中之一 他从1996年2月到1998年3月 一直就住在林真家 相当于是林家的一份子 所以当林真提出要为他投保时 他没法拒绝 因为他太爱林真给他的生活了 而换来的代价却是 两年的合住 让他足足昏迷了10次 其中至少有4次是急性深中毒 第一次 1997年9月22日 他吃了牛肉饭 住进了医院 林真入账539万日元 第二次 1997年10月12日 第三次 1997年10月19日 这两次投毒 仅仅就相隔了一个礼拜 但凯仍是鬼迷心窍 抱着侥幸的心理 最重要的 还是他舍不得目前林真赋予他的富足生活 出院后 他仍铤而走险 继续住在了林真家 直到第四次 1998年3月28日晚 他吃了乌冬面 又住进了医院 这时 他才彻底醒悟过来 自己再不走 就是得死呀 因为林真留他的真正目的 就是他那1.291亿日元的死亡赔偿金 至此 三位只能说是 狠人对狠人 不是你穷 就是我亡 看着这一连串谋杀未遂的行为后 料是从业多年的老干警 都直掐队友大腿 表示不敢相信 林真这骗保专业户的发家致富史 直接让警方有了9成9的把握 咖喱投毒也是他 于是二话没说 连夜就出动了200多名警员 于1998年10月4日 从被记者团团围住的林家 带走了夫妻俩 罪名为保险诈骗 警方本以为以此为突破口 让林真主动交代 咖喱投毒的事情真相 没想到 在搜索林家时 直接就送来了5条线索 将林真与咖喱投毒案绑在了一起 第一 发现一落蓝色纸被 这与案发现场装亚生酸的杯子一模一样 第二 在厨房的排水道淤泥中 检测出了身 其浓度是明显高于其他地区 第三 在麻将式的灰尘里检测出了身 第四 在林真右侧的前额头发上 提取到了高浓度的身 实验结果证明 身会在头发上附着长达5个月之久 第五 一包含有亚生酸的药品 林建制解释说是之前经营公司时遗留下来的 但根本就不影响警方对林真定罪的决心 还记得之前的凯吗 他也亲自到警局要求做证人 然而真正促成林真咖喱投毒的罪行 是林真被捕5天后 一名16岁男孩的证词 他指出 祭典当天的中午 他看见林真鬼鬼祟祟的 右手拿一个杯子 左手呢打开咖喱锅盖 当时他离车库大概有10米远 这突然有了目击证人 林真直接被指控谋杀以及谋杀未遂罪 1998年5月 和歌山地方法院展开了初审 这一审 足足提交了约1700份证据 95次失业 耗时3年零7个月 在整个审讯过程中 林真全程保持沉默 只对之前的骗保表示认罪 还指出 林建制的深重度是他本人自怨合的 至于嘎喱投毒案 那就更冤枉了 但法院不置可否 因为到目前为止 林真是最大的嫌疑人 而且还列出了 判他罪名成立的五大理由 第一 林真用身杀人的前科 反复投毒 手段恶劣 毫无内疚感 第二 有任正亲眼看见林真 手拿一个杯子 打开咖喱锅 40分钟的时间足够他犯案 第三 平时林真和邻居的关系很不好 当天又被群否 缺而复反的刑迹很可疑 有泄愤的动机 第四 京都大学何景纯教授给出的测试结论 林真家 下水道 棋牌室等地方发现了亚生酸 与咖喱锅中混合的亚生酸 成分特征相同 第五 林真头发丝中含有高浓度的身 且从附着的状态推断 他处理过身 2002年12月11日 何歌山地方法院判处林真死刑 可没想到林真依然是拒不认罪 当天就提起了上诉 2004年4月20日 大阪高等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经过12次的审理 仍然维持原判 给出的理由是毫无疑问 他是嘎喱侯毒案的罪魁祸首 又是在当天 林真继续向最高法院提起了上诉 这一次似乎有了转机 因为最高法院给出的判决书 是这么说的 动机虽然不明确 但并不影响判处他有罪 看到这里 你是不是也反应过来了 动机不明 是的 纵观林真之前的每一次下毒 不管是工人 友人 甚至是丈夫 都离不开一个字 钱 而嘎喱投毒 亦被发现不说 还没有半点好处 他的辩护律师也声称 其实警方 除了没找到作案动机外 其他的证据 没有一个是能站得住脚 第一 生 它作为原材料 被广泛应用于造纸厂 玻璃厂 农业 灭虫等 林建制本来就是做灭虫生意的 家里残留一点很正常 另外那个年代 生的储存和管理系统并不完善 其他人想买到它也很容易 甚至在后来的2012年 连何景纯教授都声称 当年给法院做出的 是一个草率的测试 这句话也让林真的案子 开始有了一些不一样的声音 第二 蓝色纸杯 这种纸杯在附近的超市随处可见 任何村民想买到都可以买到 而且 逮捕林真是 已经过去了两个多月 如果他真的是作案工具 相信林真早就处理掉了 何必要等着警方找到呢 更何况 案发现场的那个蓝色纸杯上 根本就没有林真的指纹 第三 邻居的证词不可信 因为他们速来与林真不和 都记录他家有钱 第四 警方一再强调 当天中午12点20到1点之间 是林真单独看守 那实际上呢 不止林真一人 还有他的二女儿 但警方考虑到 两人是亲属关系 并未采纳 法院也予以批准 第五 也是最重要的一条 16岁男孩证刺的矛盾性 他告诉警方 当天林真是穿着白色T 米色的裤子 脖子上还围着一条围巾 右手拿着纸杯 最外面是粉色的 可祭典当天呢 林真声称自己 明明穿的是黑色衬衫 黑色长裤 其次 警方也试验过 站在小男孩所指的位置上 是看不到有毒咖喱锅的 因为在那个视线上 咖喱锅是盲点 最最重要的是 这个所谓的目击证人 后来失踪了 他没有一次出现在任何庭审中 等于是一个消失了的证人 辩护律师觉得 证词都前后矛盾 证人也消失了 那咖喱案的重审改判 是必然的 然而林真一次次上诉 一次次被驳回 最终 2009年5月19日 林真的死刑被确认 他也成为了日本战后 第11位女死刑犯 虽然死刑被确认 但林真并没有放弃 2009年7月22日 他继续向何戈山地方法院 申请重审 理由是案发时 申的评估方法有问题 希望能重新检测 至此 咖喱案的争议声 也是越来越大 特别是一些专业的律师团 发现此案的定罪 过于粗糙 既没有直接证据 也没有明确动机 有人说 我不知道林真 到底有没有干过这事 但审判显然是不公正的 是不遵守 无罪推定的典型例子 很多人都为林真 成立了支援团 还定于每年的7月定时举行 比如2010年7月18日 约有140个人参加 主题为 头发丝中的身 要求重新鉴定 以及案件重审 2014年7月19日 主题为支持重审 2015年7月20日 主题为尽快重审无罪 2016年7月25日 主题为证词和物证存在矛盾 支持重审 2017年2月4日 主题为所有证据都是欺骗型的 看着林真的支援会 每年都如期进行 何格山地方法院 终于在2017年3月29日 做出了回应 他们给了8个字 没有必要驳回重审 但这8个字 依然是动摇不了林真上诉的决心 2018年8月21日 约有100人继续参加了支援会 主题为无罪重审 2019年5月3日 林真的长子校医 更是在推特上 发表了林真的三封亲笔信 强调了证词的虚假性 2020年7月10日 支援会又如期举行 这次主题为 我要活下去 回到我的孩子身边 然而 他的四个孩子 如今却只剩下了三个 在过往的案例中 我们许多故事主角 似乎都有个标准惨淡的家庭环境 比如生下来就爹不疼 娘不爱 或者是在生活里天天接触暴力 导致精神崩溃的 当然了 这些只是特例 毕竟人生百态各有不同 但今天这个案件 却让三妹不禁想和大家探讨个问题 原生家庭的爸父 真的是来自原生家庭吗 在校医的印象中 林真是个十分温柔 爱记录生活的好妈妈 比如全家出去旅游时 留下的各种照片 一家六口 脸上总是洋育着喜气 林真被捕后 丈夫林建志 也因诈骗获行了六年 四个孩子 更是被直接打包 送进了孤儿院 贴上了毒妇的孩子 孩子们在孤儿院里 是受尽了各种排挤 亲则辱骂 重则殴打 他们还被逼着 吃餐有各种干燥剂的饭等等 但校医仍是积极的面对生活 从孤儿院出来后 她成为了一名运输司机 还有一个相恋多年的女友 女友也知道她的过去 但就在求婚之际 校医不顾女友的反对 依然是向女友家人坦白了一切 不出所料 两人分了 现在 校医和父亲生活在一起 父亲于2005年6月7日出狱后 身体就大不如以前了 急性身中毒留下的后遗症 导致她生活不能自理 虽然姐姐和两个妹妹 都拒绝以父母来往 但她依然坚信 妈妈没有在咖喱中投毒 她也经常会给妈妈写信 去监狱探望妈妈 虽然目前上诉结果并不友好 但她仍然期待着一家团聚的景象 如果说校医的做法 是走出来积极面对的话 那跳河与世长觉的大女儿樱花 则是躲无可躲的直坠深渊 二女儿小女儿则是隐姓埋名 隐藏过去 据说樱花在孤儿院时期 遭受的虐待要比弟弟妹妹更残酷 哪怕她后来改了名字 隔三差五的还是会扒出 她是毒妇的女儿 然后工作立马就丢 樱花有过两段婚姻 大女儿是与前夫所生 也就是在家中吐血的小赫 荒诞的是 警方查出 小赫肋骨断裂 全身都有瘀伤 死因为外伤造成的休克 而且 据一家儿童咨询中心的 就诊报告显示 2013年6月 小赫曾被父母虐待过 邻居们反映 经常能听见小赫的哭声 当地的福利机构 对此也干预了一年 直到父母签下了保证书后 才停止了对小赫的保护 谁能想到 多年以后 小赫并未脱离苦海 最终不幸离世 三天后 这个家庭仅存的丈夫 被人发现倒在路边 他自称是想自我了断 最后没有成功 据丈夫说 樱花的精神状态 一直都有问题 1998年的那场祭典 那次投毒 给当地居民造成了 很大的心理阴影 林真家的房子 也被受害者家属放火烧毁 现在 他被改成了公园 虽然毒咖喱事件 已经过去了整整24年 但去世南海所在的小学 午餐的菜单里 仍然是没有咖喱选项 校长说 即使多年后 失去孩子的痛苦 永远不会消失 我必须认真对待 至今 林真仍在上诉 她坚持称自己是被冤枉的 如果死刑被执行 那她就是被国家的虚假审判杀死 她的丈夫林建志 也接受采访辩称 林真是不会做不赚钱的事 那你又是怎么看待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那以上就是三妹的调查报告了 你的点赞订阅 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还可以开启小铃铛哦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任何影片了 小妹感激不尽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